如果說我今天要抓什麼 假設我要抓那個Google的結果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Google 抓Google的什麼呢 Google上面不是都會有那個 就是找到的那個上面的名稱嗎 甚至是裡面的超連結 有沒有像這個上面有超連結 有得到的結果啦 不過我剛剛Google了一下我的關鍵字 現在好像被另外一個吳老師給超越了 現在只能屈屈第二了 他居然是那個麻將心法的 真的是啊 還是 對對對 反正這種比較娛樂性的 然後大家比較喜歡 而且他有一個YouTube頻道 底下還蠻多的 OK有沒有 幾乎都是這種 有沒有都教人家怎麼打麻將的 OK 麻將心法YouTube 我教學的YouTube也被他擠下來了 然後還有一個Facebook 這是我的論壇 還好我 所以這一個第一個page好像就 我有三個連結 然後麻將的話也好幾個連結 OK 那如果說今天我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分析Google到的結果 其實呢比如說你有大量 因為其實Google搜尋到的結果 其實也有部分 這個就是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在排前面第一頁或第二頁 第三頁以內的話 基本上才算是有機會 如果你沒有辦法排到前面的話 等於你沒辦法被找到 沒有辦法被找到的話 那相對的你就沒有辦法有 人就是 相對的機會 OK 所以呢 有的時候我們要知道說 到底有沒有排在前面的哪些關鍵字 那我們可以隨時掌握的話 那會更好 可是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搜尋到的結果 把它用Python呢 幫我把它列出來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我們可以找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按右鍵 檢查一下 那當然你可以找到 它這個 這個也差不多 有沒有它H3 不過H3裡面的話 它沒有那個超連結 可是我要兩個東西 一個是標題 一個超連結 所以標題放哪裡 標題就是在H3裡面 有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 我的超連結在哪裡 在這裡A 可是A呢 如果我要找這個A的話 這個網頁裡面太多超連結 會找到非常多的A 所以怎麼辦呢 我就往上再找 那其實有個方法 那你可以再找DIV 因為它這裡面蠻多的DIV 往上找到這一層 你們這一層裡面的話 有 或者你也可以DIV class R 或者再往上一層 比較保險的 我習慣是這整個最外面的DIV 那你會發現 這個class它等於G 名稱好怪 有沒有很短 你會發現每個都是classG 所以也就是說呢 我可以把這個classDIV 這個DIV標籤裡面的class等於G的話 通通抓出來 然後呢 並且再往底下去找什麼 找A 應該先找H H3 再找A的話呢 那就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通通把它爬回來了 如果我今天需要什麼 需要的是它的名稱跟超連結的話 就這兩個部分 那可是喔 特別注意 我一樣把這個程式寫出來了 那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請輸入關鍵字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 是後面參數給它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Q等於什麼呢 後面呢就是一個關鍵字啦 後面好像還有一些 其實後面這些不用管它沒關係 主要是後面這個參數給它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將來看到那個網頁上面 網址上面可以看到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這個問號 理論上是一個問號 執行什麼 這個這個條件的話呢 那就是 用所謂的get的一個方法 get get的話呢 是 我們剛才不知道 request.get對不對 其實另外還有一種request.post ok的方法喔 那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你的參數喔 是直接在網址上面傳遞的話 那就是用get 那另外有一種是 你會發現喔 有一種網址上面沒有參數 可是卻可以被執行 然後看到結果上面居然沒有任何參數 那那種方式就是所謂的post 那兩者差別有點像什麼 就是像你寫信給人家 那明信片上面都看得到嘛 他沒有任何的封面對不對 那這個有點像get 如果說你今天是把你的信 放在信封裡面 再包裝起來 這個有點像post 所以相對的 當然可想而知 你的帳號密碼 絕對不會把它用明信片寄給人家吧 帳號密碼 你存款帳號 那這樣不就大家都知道 所以理論上會是放在信封 而且會把它稍微包裝一下 不要讓人家遲到 OK 所以特別是喔 那不過大部分都是用get比較多 因為 大部分也許比較 除非說像什麼 你登入帳號密碼的時候 那就不能用get 如果用get的話 那上面就會顯示說 你的帳號等於什麼 那不OK啊 所以大部分都是post 那不過啦 因為現在我們還沒學到post 所以post也許後面再來提 如果有什麼相關的案例 那也就有很多地方喔 假如說它的有一些參數是躲起來的話 有沒有辦法讓它可以 怎麼講 倒高一死磨高一上 也可以把它破解掉 那幾乎很多的網站也都可以順利的把它爬下來 那以這一題來看喔 我們一樣做完了 可是會有個問題之心喔 你會發現喔 我其實都寫好了 但是喔 它bwork就bwork enter terminate 有沒有 結束了 但是有沒有東西 沒有任何東西下來 那我就去trace 我就看一下裡面 真的也沒有任何東西 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成事也沒寫錯 什麼都沒寫錯 但問題什麼東西都沒有 原因在哪裡 跟各位講喔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我剛剛有跟各位提到 Google的這個搜尋 之前本來沒有 很容易就抓 後來呢 我一寫 奇怪 怎麼不行了 原來它又做了一些防護措施 什麼防護措施 就是喔 它會檢查 你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瀏覽器 如果你是一個瀏覽器的話 它就讓你抓 如果你不是瀏覽器 像我們用request有沒有 它就說啊你不是瀏覽器 你是程式 你是python寫的 它就把你踢開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另外一個方法 怎麼樣 我們可以假裝我們是瀏覽器 有沒有偽裝喔 有沒有 那怎麼偽裝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偽裝的話 非常簡單 你可以在喔 我們040 0604下方 這是最近更新的 今天更新的 因為我剛剛又試一下 發現它程式又改了 我要把它改一下 所以喔 爬松有個麻煩點 隨時喔 你要去check 檢查一下它的網頁有沒有變更 如果規則變更 我改一下沒關係喔 那裡面的話特別注意喔 有個地方就是這裡 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headers 這個參數 那什麼叫headers 很簡單顧名思義啦 底下這一串就是什麼呢 user的agent 有沒有 底下就是這個什麼呢 瀏覽器的版本 有沒有 而且我假裝我是64位元的 有沒有 X64的瀏覽器 然後版本呢 也給它一下 有沒有這一串 而且假裝是什麼 Chrome的版本 就是告訴它說 我是一個Chrome瀏覽器喔 所以喔 請你把資料給我吧 那加在哪裡 特別是喔 加在這裡 request.get 我們本來只是單純的 給它一個網址就好 後面呢 請你加上一個 豆點 headers等於 就是把這個 這個headers的字串 丟到這邊來就好 或者甚至啦 你不用寫 你不用再多一個變數 你就把這一串放在這裡 也可以啦 只是說這樣感覺好像會比較亂一點 我把這個地方 這加一個什麼 這一串呢 加在我們原來程式的上方 這個html 有沒有 這一串就是偽裝的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豆點 豆點後面給它一個參數 叫headers 這個東西 它的參數呢 它的參數呢 等於這個東西 好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把這個程式給寫完了 其實大概這樣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不ok的 現在不ok 現在是偽裝了 偽裝有沒有成功的 執行一下 可以找別的好了 不要一直找自己的這個關鍵 不然到時候 google以為我要作弊 反而把我封鎖 外匯好了 ok 有沒有發現 出來了 有沒有 剛剛不ok 只是加了一個headers 就ok了 原因就是剛剛跟各位講 所以喔 現在很多的網頁 他都會去判斷 你這個是不是 一個瀏覽器 如果不是一個瀏覽器 你怎麼抓 我就不給你抓 ok 所以server端 也會有這種機制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將來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檢查看看 你有沒有加這個headers ok 如果你加了之後的話 他就會順利把東西 全部抓下來 裡面的話 我跟各位說一下 其實我就抓那個G有沒有 DIV是G的 但是這邊的話 你會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LEN 它減1 因為我如果沒有減1的話 我剛剛試一下 好像會多一個東西 是不應該出現的 所以我把它 把它減1 其實有時候是四周才知道 最後一個 它這邊有圖片的超連結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可能是最下面的東西吧 當然 你們可以再查查看 如果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就直接把它減1就好 所以你如果 看到減1的話 其實是這個意思 是把最後多的那個東西 把它去掉而已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是先講到這個 那下一次的話 就再講06、05的下一個 就是可能還有其他的案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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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